他演匪猫出名,三朵影帝 投资失败欠债八千万住在平民区 却在疫情期间为武汉捐款五十万 周润发誓他一生挚友,也是他人生导师 而刘德华却是他一生最感谢的人 被人遗忘的影帝郑泽氏,如今怎么样了 郑泽氏有着香港同情影帝们的绅士 从小加渐贫困 但他在不放弃学业的情况下,做学徒打零工 二十一岁考上影视公司 成为第一期培训班的学员 但也身体肥胖,只能演喜剧 就被安排和周润发打的 就这样,郑泽氏和周润发结下缘分 成了彼此一生中最亲近的挚友 郑泽氏虽出演的都是小角色 但个个都被他养得活灵活血 他在自导自演的《肥猫》里 亲自邀请挚友周润发出演 郑泽氏凭之精湛演技,拿下影帝荣誉 事业一帆风顺的同时 爱情也悄悄到来 郑泽氏与妻子因喜结缘 婚后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一家四口,生活美满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郑泽氏因投资电影失败 导致欠下八千万巨债 一时间,八千万的巨债 让郑泽氏奋斗了几十年的成就和荣誉 全部付诸东流 他为了尽快还债 甚至抵押掉豪债名车 带着一家妻儿老小搬到拼命去 过上了一贫如洗的生活 而这一住就是十年 在最艰难的十年里 郑泽氏成了拼命三郎 只要有戏,找上门就派 即使酬劳只有几千块的小角色 他也不放弃 十年间,他学会了放下面子 只为活着 人间无情都被他尽手眼底 然而,这十年间 他也不再是昔日辉煌的影帝 自己被宏记一时的影帝周润发 梁朝伟狠狠踩在脚下 褪去影帝光环的正则事 就像是过期的老牌演员 已经不受欢迎 时过境迁 为还摘摸爬滚大的十年里 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 头发白了,身体越来越差 老的被多次喘,已经去世的谣言 老天友是真的很不公平 疾病缠身,头发花白的郑泽氏 妻子患上重病,医药费用极高 纵然这样,郑泽氏依旧没有放弃言戏 他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养活整个家庭 尽管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 郑泽氏在今年疫情期间 依然为武汉捐款五十万 做着公众人物的表率 但对他来说 却不是力所能及的付出 回顾郑泽氏走过的岁月 留在身边的除了家人外 还有一个挚友 但更是恩人 能被郑泽氏称得上恩人的 唯有在当年欠下巨债时 主动向他伸出援手的刘德华 在最艰难的时候 刘德华主动拉抬一把 从黑暗的世界 将他带到充满阳光的世界 如今郑泽氏头发白了 身体不如从前 需要做论语出行 但即使这样 他最经典的肥猫 始终深深地 刻在我们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